大家好,我是王尔哈 今天带来的电影叫做《光灵》 一部威尔史密斯主演的顶级魔幻剧作 故事将魔兽世界搬入了现实 地球经过千年的演变 主宰它的有人族、兽族和精灵族 精灵一出生就含着金汤池非富即贵 而兽族由于千年前的战败成了第一等贱命 只能住在破棚区饱受讨扰 故事也从这里拉开了序幕 电影的男主叫做威尔史密斯底尔铁柱 他是一位人类警察 也是混日子的老油条 这天一只代表厄运的小精灵冲进了他家 铁柱一棒子为自己招来了厄运 果然洛杉矶分局为了缓和种族矛盾 破例招了全球第一位兽人警察 也就是铁柱的新搭档罗格姆 小格自小被人类养大 兽人视为尊严的獠牙被磨断了 因此他既受人类的嘲讽 也受兽族的鄙夷 这天男主和小格在警区出任务 接到报警说有人在使用黑魔法 一群黑暗精灵暗中血迹 企图凑齐三根魔杖 复活恐怖的魔王 这里得说一下 魔杖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 只有一种光灵体质的精灵族 才可以用它使用魔法 其他人是碰了就得死 铁柱和小格一路调查 来到一座居民楼 发现这里竟然有血迹的痕迹 我这个怪怪要出事情了 自改革开放后 全球就禁止使用魔法了 更别提是这种惨无人道的黑魔法 很快他们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小女孩 这个精灵族竟然抱着传说中的魔杖 轻轻一挥手警车就爆炸了 事关重大 铁柱赶忙汇报给了上级 但是这几个人露出了贪婪的绿光 他们逼迫男主做决定 要不就是现在死 要不就杀了兽人搭造 和他们一起把魔杖卖了 瓜分钱 但之前说了 我们的男主是一位优秀的人民警察 他一个假动作 蹦蹦蹦 就一不做 二不休灭了这几个贪婪的人 此时魔杖的事被这里的人族黑帮发现了 他们为了得到魔杖 是死命的追着男主不放 最终在一大笔经费燃烧后 男主逃了出来 另一边 炼狱党也追了过来 魔杖本来就是他们的 却被金发精灵小妹偷了出来 男主几个人 此时逃进了一个纯洁袋 从来没有去过的深色场所 人族黑帮又追了过来 关键时刻 炼狱党的高手们也杀了过来 这群黑暗魔法加持过的金灵族 是虎入羊群手起刀落 成乱 一人一兽一精灵 是偷偷地跑了出来 但是人被的死后喝两水都塞牙 一行人又被兽人帮派抓了起来 平时就被警察整得很憋屈 这群兽人混混终于带着机会报复了 他们唱起了战歌 唱完老大是一枪干掉了小哥 他们眼里的兽人叛徒和奸细 这时候一只打酱油的金发妹跳了出来 她施展了静咒魔法 复活了兽人搭档 定在这里也迎来了高潮 此时兽人祭司高举起双臂 这不就是部落里一直流传的预言吗 啊 总将有一天 一只复活的小崽子 会带领族人脱贫自负走向小康 这时 所有的兽族混混都溃了下来 但是 此时的金发妹因为施法过度 好像快要不行了 她也是个新手光临 唯一就她的方法 就是回到炼狱党的灵池里 泡一泡就好了 于是三人回到了最开始血迹的房子里 一人一兽齐心协力 弄死了几个精灵高手 就在他们要泡上温泉的时候 黑暗精灵的老大又跳了出来 都得死啊 都得死 她也是光临之一 此时 正用魔法把三个人炸了晕头转向 关键时候 兽人搭档用枪打掉了魔杖 男主也是没有办法 不怕死的捡起了她 要是爆炸了 就正好和炼狱党一起同归于尽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男主竟也是个光临 小妹赶紧叫了男主两句咒语 就这样 一泡下去 黑老大直接化为了灰烬 最终 兽人搭档的英勇行为 赢得了同类的尊重 重新接纳了她 电影在这里 也就结束了 这部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光临啊 即使票房和口碑不行 但是二哈还是非常喜欢兔血力推 因为光是宏大的视觉观 和完整的剧情人物刻画 就足以让这部电影走向神坛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我是王尔哈 我们明天再见 威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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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